金马奖吴康仁称第12岁林品童丰后老狐狸摘四奖大赢家 第60届金马奖落幕 最佳男主角奖由吴康仁夺下 他在马来西亚电影《复都青年》中揣摩聋哑人士 眼神与表情与肢体演出精湛 上台致辞时一度激动事类 更强调我真的很爱表演 最佳女主角则由12岁演员林品童获德 写下最年轻影后记录 片中是过动症少女的他落泪表示 谢谢小小这个角色 希望跟小小一样特别的人继续加油与保持善良 事情会越来越好的 压轴大奖最佳剧情片由电影石门拿下 导演黄继表示 金马奖的肯定像为他们推开一扇门 能去到更宽阔的世界 相信自己的创作 就能创造电影新的可能性 图集 林青霞获金马奖终身成就奖赤诈影坛的东方不败 台湾传奇影星林青霞25日在第60届金马奖上获颁终身成就奖 69岁的他以一身红礼服优雅登场 获全场如雷掌声 他说 能在生养他的地方获奖意义重大 要把奖献给土地上的兄弟姐妹 林青霞的演艺生涯横跨半世纪 他的出道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从被星探在西门町发掘到拍了100部电影 影响力片及华语世界 演技与明星气质令人难以模仿 全台立委激战台北台中高雄选情分析一次看 2024选战正式开跑 除总统大选登记三组候选人 各地立委选情竞争也十分激烈 台北市现任八名立委席次蓝绿各半 民进党审慎乐观评估抢攻五席以上 国民党自评预期可拿六席 台中市现任八席立委为绿营六席与蓝营两席 其中三个选举区竞争激烈 民进党要保六抢八 国民党要从两席往上拼过半 高雄市立委选举民进党目标八席全上 其中第三与第六选区的黄杰与李博裔能否接棒是关键 更多县市立委选情请看中央社选情分析专题 居家整合照护2.0那长照著名估20万人受贿 台湾2026年将达超高龄社会 卫福部列5到7亿元推居家整合照护计划2.0 健保署长石崇良25日表示 居家慢性与稳定失能者还是会有急性症状发生 最常见就是感染与发烧等 明年开始扩大在宅医疗也可以做处理急症照护 也会把范围扩大到长照机构住民 石崇良说 居家整合医疗对象有8万人 机构住民约12万人 初步对象就是这20万人 预计匡列新台币5到7亿元经费 明年上半年上路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干预台湾大选美因加速攻台武器 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 美中虽然都将近期拜习会描绘成双边关系迈进 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仍未放弃夺取台湾野心 包括干预台湾总统选举 社论呼吁美方加快武装台湾以威吓中共 并展现美国打造太平洋防御的国家意志 好让习近平相信夺取台湾得不偿失 今天起降雨趋缓回温30日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碳17度 中央气象鼠表示 26日起东北季风减弱 温度回升与降雨趋缓 28日虽然会有东北风增强 但强度有限 29日就减弱 30日起东北季风再度增强 北部跟东北部温度略降 低温落在摄氏17度上下 白天高温也有20度 预估这波影响将持续到12月2日 亚锦开幕战台韩战1.3万张门票秒杀外野有望加开4000张 亚洲棒球锦标赛12月3日在台北大巨弹开打 11月25日开卖1万余张票随即被抢购一空 台北市警局指出 网路有贩售一张1500元票券资讯 以积极搜证查器 查获后依设违法侦办 台北市体育局将是情形加开座位 据了解 开幕战外野有机会加开门票 初步估算有望加开4000张门票 卡达说 第二轮人质交换25日进行哈马斯释放13以色列人质换39囚犯 以色列与哈马斯24日休战开始 哈马斯于首日释放24名人质 包括以色列妇儒及泰国农场劳工 以色列则释放39名巴勒斯坦妇孺 协助斡旋的卡达25日宣布 哈马斯将在第二轮人质交换行动中释放13名以色列人质 以换取39名巴勒斯坦囚犯 此外被关押在加萨走廊的7名外国人也将获释 日本免税制度拟改先付后退估2025年度后上路 日本政府正评估修改现行外国游客的退税方法 由于部分外国观光客为补缴税款就离境 造成约21亿日元追讨无门 未来可能会采购买时间支付消费税 待出境时确认商品后再退税 由于必须让百货公司等有进行系统修正的准备时间 上路时间点可能落在2025年度以后 中国五病原肆虐疑疾管署加强机场港副戒备 中国北方儿童呼吸道疾病病例激增 由五种已知病原体引发 包括梅江郡与流感与呼吸道融合病毒与COVID-19病毒与腺病毒等 疾管署已全面加强机场港副戒备 并将发布至一届通寒 提醒全国一届留意疫情现况 疾管署副署长罗亦军提醒 近期计划前往中港澳的民众 应尽早接种莫德纳XBB.1.5疫苗及流感疫苗 并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开箱老照片加油站首次禁用女性加油员 1973年11月26日中油公司在全台招考12名女性加油员 是加油站首次禁用女性员工 为当时产业创举 这群女性员工年龄约18至20岁 大多是个大专院校的学生 其中也不乏明星高中的应届毕业生 当年在加油站攻读 月薪可达新台币3000多元 算是相当稳定与优渥的攻读收入 招考竞争十分激烈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